那时我的想法是说 不一定要给这么多钱 才能够住上一个新级的酒店 其实一个小型的酒店 一个Boutique Hotel 它也可以很有特色的体验 以这个想法去打造我这个酒店的 Chris自己本身呢 其实在这一个品牌 也就是Mayjay旗下呢 现在一共有三间的酒店了 聊一聊为什么 会有想要进军酒店业的这一个念头呢 本来我是在做 壮横这个的那个项目管理的这个生意 我不大想重复别人的那个成功的路线 或者是他们的道路 我的人是比较喜欢去自己去摸索 刚好我自己本身 当然也有少许的广告设计的那个background 那一次跟我的 现在是我的太太 我们去欧洲旅行 所以去好几个国家 就是那时就深深地体验到 出国旅行啊 如果能够住上一个好酒店 令你的印象深刻 然后你的你的住宿那方面 你也很好的体验的话 的确是很不错 我回到来马来西亚就发觉到 有很多新级的酒店 也有很多小型的酒店 就是so-called budget hotel 或者是Boutique hotel 但是有特色的只有那一两家 不多 可能在某些旅游景点很很发达的地区 你才可能会发现到这些酒店的中营 所以那时我的想法就是说 倒不如我就double c5我的 business why don't我去explore这个自己创立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才会有Bella & Bella的Boutique hotel 第一个品牌跟第二个Bunk & Bella的这两个品牌出现